这也是我见过最猛的杀手 在警察面前杀掉警察 为了挣脱手铐可以掰断拇指 他叫阿鹏 是一条狗 明明是人为何成狗 故事要从阿鹏小的时候说起 阿鹏生在柬埔寨 从小无父无母 吃垃圾长大 一元忌讳他被全管老板收养 全管在柬埔寨也叫狗场 于是阿鹏成了一条狗 在这里只有赢的人能活 于是阿鹏成了一条恶狗 老爸最好的一条狗 这天阿鹏接到指令 去香港杀人 下船他一脸懵然 他听不懂中文 更不会点餐 看他的样子就知道 他从来没下过馆子 学着别人的样子点菜 阿鹏笨拙地看了看事业 菜上时他谨慎伸手 刚吃两口 那个要杀的人来了 但阿鹏没有停下吃喝的动作 反而加快了速度 两手并用狼特不厌 仿佛一只恶极了的野狗 扫完最后一块肉 阿鹏满足地抖了抖 起身开枪 目标应声倒下 他老公还捧着一龙虾脚愣在门口 一把抓过四只虾脚 阿鹏又是一口 人对他不过是脱不能吃的肉 警察火速赶来 刚才死的是个著名律师 买凶杀人的是他老公 只是此时警察们并不知道 他们还想着抓凶手 封锁了街区 一个生猛停的探道场 他叫阿伟 今后会是阿鹏一生的对付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命运的齿轮已经转动 阿伟还在忙着跟上司硬钢 痛到了帮厨 阿伟找到了线索 在楼下他看到了在阿鹏来的低事 细心的他发现了没停的气费表 怕热火上身 司机跑下了阿鹏赶紧就跑 在路头 阿伟和阿鹏正好碰上 警察的直觉告诉阿伟 这就是杀手 于是追着杀手 他们来到了一个早餐当客 阿鹏就在桌子里头 两个警官志在必得 可惜他们错误了阿鹏 他比过去两人遇到的所有罪犯 更加狠毒 他放下枪准备谈判 结果阿鹏一枪崩了人质 然后挟持了肥老 这下阿伟真的慌了 但阿鹏哪会放开 看着阿鹏的动作 阿伟的眼珠几乎要跳出了眼眶 肥老死了 然后阿鹏立马举手投降 根据香港法律 投降的人警察不能杀 狠 太狠了 阿伟被赶来的同事压住 气愤的他只好扔出去一个筷子 看着肥老 阿伟无比愤怒 可阿鹏脸上却只有冷漠 背压上警车 阿鹏左右看看 然后使劲 居然硬生生掰断了自己的手指 阿鹏跑了 阿伟满头是血 不干 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阿鹏消失在香港街头 当阿伟再次醒来 已经在医院里 旁边躺着的是他的爸爸 阿伟爸也是个警察 因为击毒中枪躺了很久 是个人人歌颂的英雄 可只有阿伟知道 他爸其实是个坏蛋 当年为了追随老爸靠上警察的他 万万没想到自己抓的第一个大贼 就是自己的老爸 他碰见老爸和毒贩串通 在一腔热血之下开枪 爆头了老爸 并为他编织了一个因工受伤的谎 也是因此被良心折磨 成了这么个偏激易怒的病态警察 好巧不巧 也是此时他老爸醒了 刚醒来的老爸被询问 阿鹏躲到了附近的垃圾填埋场 阿鹏勒晕了鹏屋里的男人 回头 男人有点智障的女儿捧着饭 站在门口 本能的 阿鹏抓起饭就吃了一大口 阿鹏从小到大从来没见人笑过 他很不适应 挣扎间 他瞥见墙上的合照 原来 这是个虐待女儿的变态爸爸 看着女孩急通通的给母亲上香 阿鹏头一次慢起了同情 见他衣衫不整 阿鹏上前去 给女孩穿上裤子 这只野兽司夫第一次露出了点温柔 就这样 两人在垃圾堆里过了那么小半天 定然还有些许安逸的味道 夜晚 阿鹏扯下一张挂丽 画了一艘小船 他想问 马头在那儿 结果女孩却天真地在小船上 听了一幅小话 女孩告诉阿鹏 母亲死后 他千里迢迢偷渡到香港 想投靠父亲 没成想 父亲却将他反锁在家 反复殴打 虐待 看了看地上的男人 阿鹏一把扯过 他递给他一把剪刀 门外 警探阿伟找到了他们 把女孩放在木屋 阿鹏撞书 和阿伟扭打到另一头 接下阿鹏伟扑倒在地 女孩拿着钩棒 从身后狂水阿伟 第一次阿鹏被救了 还是被一个女人 趁乱 阿鹏带着女孩跑了 阿伟则误杀了女孩的父亲 误杀平民 这让心理正直的阿伟彻底疯了 抢了警车 阿鹏带着女孩背往码头 可女孩却在车上逐渐虚弱 刚才的脖刀里 一根铁钉 深深卡进了女孩的脚底里头 由于片刻 阿鹏立马停车 拔出了钉子 翻找垃圾 紧急给女孩包扎 但女孩还是晕了 看着前面的码头 看看地上的姑娘 阿鹏咬咬牙 带着女孩回了头 抱着女孩 他冲进一家牙医诊所 还揭示了一个故事 然而 他们的行踪 却被路过的线人发现了 线人拨通电话 蒙在鼓里的阿鹏 摸摸女孩的头 走出了门 他去找药 阿伟立马赶到 此时 落单的女孩 却被警察找到了 回头的阿鹏正好装剑 警察把女孩挪进了车上 于是 他紧紧追逐 开车的警察怕了 抱起女孩赶紧跑路 但阿鹏怎肯放过 追上警察 阿鹏三两下就枪造了枪 蒙原赶到 当着他们的面 阿鹏射穿了人质的肩膀 看着兄弟被挟持 另一个警员也挟持了姑娘 就在老大犹豫间 阿鹏一枪 正在射中 拐弯 对面的警员应声落地 好准啊 阿鹏瞪大脸珠 流出泪来 然后是第二个 又一个兄弟 死在阿伟前头 第三个 警员全军覆没 包括阿伟自己 也被一枪暴投 终于 阿鹏把女孩救了 而阿伟 因为自己 几乎偏执地追杀 最终害死了 所有最大好的人 阿鹏带着女孩 上了渡轮 这仿佛是个美好的结尾 只是 阿鹏做梦都没想到 阿伟居然在医院里 被抢救了过来 醒来时 他得到了消息 全军覆没 他想找父亲 结果 开场吧 关门提杀 于是 绝望的阿伟 在脖子上 闻了阿鹏的憋号 成为了和阿鹏一样的 半人半狗 生活对他来说 无望 麻木 只有本能可以支撑他活下去 回到柬埔寨 阿鹏想和女孩好好生活 但他却被拳馆老板抛弃了 被警察通缉的他 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于是 阿鹏这条恶狗 被扔了出去 成为了一条野狗 阿鹏走了 带着女孩来到了荒郊野外 男更女之 过得是很幸福 电影里 也头一次 响起了暖暖的背景音乐 可我们知道 不会那么容易的 因为阿伟 还在暗处等着阿鹏 随着时间流逝 女孩怀了身孕 孩子马上就要降生 但医生说 女孩需要抛妇 抛妇要钱 阿鹏只好回到全场 充实老板行 在这 他遇到了阿伟 此时的阿伟 已经杀人如麻 他等了阿鹏太久太久 看见阿伟 阿鹏知道 自己要没定了 因为他不同过去 不再是狗 他有了牵挂 罗创而出 阿鹏拔腿就跑 阿伟拿着砍刀 跳到了车尾上 阿伟已经疯了 就一直阿鹏 就是一顿狂扎 阿鹏停车 在一个废弃的神庙 两人最后一次被决 而阿鹏这次服软了 看着被阿伟挟持的女孩 阿鹏卑微的跪下 他愿意用自己一令 或老婆一令 而女孩看着他说 就在女孩撞向叨稿的 同一瞬间 阿伟愣住了 女孩死在了阿鹏怀中 阿伟也倒地不起 阿鹏终于哭了 这是他全篇第一次哭 这个几乎没有台词的主角 在这里奉献了极佳的演技 他掏出刀子 将孩子从死去的戏子服中 带了出来 注意看这里 两个主角的眼神 真挚着绝望 也是真挚着希望 阿鹏死了 阿伟也死了 女孩也死了 只有刚出生的婴儿 在什么要哭泣 他是否会重走阿鹏的命运 我们不知道 这取决于在最绝望的间隙 人性还能残存多少 希望在这个间隙 这个孩子不会再被逼成一条疯狗吧